HELLO EVERYONE 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美国热搜 DayDayUp 我呢可是大家的老朋友 DayDay天天 万万没想到 大猩猩也是帅娃狂魔 美国的Twitter上 大家在讨论 美国的政治人物被放言了一周 油管博主的一种奇葩发明 保证你再也不会喝醉的 美国的哪位音乐皇后说 要出新音乐 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 又怼谁提起了 三个16亿美元的诉讼 这就是一部分 美国的网友们在讨论的热门话题 那首先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Reddit上的视频呢 相信网友们都有看过那些 在网上很感人的视频呢 就是有一个人 遇到了危险的时候 就有人类最好的朋友 他们的狗狗来救他们的 那有一位网友就想看看 他的狗狗要是意识到 他可能会被淹死的啊 会不会过来救他的啊 那最后后果怎么样了 我一起来看看 所以就看到了这个狗狗 意识到他的主人 可能被淹死 怎么样了 嘿嘿嘿嘿嘿 呀 伙计 你这是要救你的主人 还是杀你的主人 哎呀 狗狗 我来教你一个中国的成语啊 就是弄巧乘桌 就是好心办坏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接着看 推特上的热提 那么今天推特上一个比较热门的新闻 就是在推特上 因为发布疫苗错误信息 将Marjorie Taylor Greene的账号 停止7天的时间 可能有的中国网友不太了解 Marjorie Taylor Greene是美国来自于Georgia 就是佐治亚州共和党的众议员 就相当于中国的政治局委员 我看到了一个纽约时报的报道 就昨晚Greene女士在推特上说了 FDA就是美国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不应该批准COVID疫苗 那么他就说了 有太多关于COVID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感染和传播的报告 并补充说疫苗失败了 没有减少病毒的传播 而且口罩也没有减少病毒的传播 那么因此他这个账号就被封延了一周 也许有些中国朋友不太了解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热题 就是政治人物在他们的推特 或者什么社交媒体 要是发布一些错误信息 是不是应该来封闭他们的这些账号 那么有一派认为 他们这些错误的信息 会创造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应该来封闭他们这个账号 或者至少来封延他们一段时间 那么反派就会说 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他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无论你会不会同意他这个观点 中国网友们应该知道 我们的前总统川普的 大部分的社交媒体被封杀了 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用的 中国的网友都知道 在微信和微博上 稍有不慎就会被封号 但是从来没有国家领导的 社交媒体的账号被封 当然中国的国家领导 也没有什么社交账号 因为媒体姓党 所以他们也不需要 不过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封闭账号在美国也是一个 正论的话题 因为有一个230条款 保护了社交媒体的这些 平台的行为 至于230条款是什么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自信鼓歌 我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看 Bedit上的视频 这个就是有一些人 参与了一个才艺表演 带来的一段非常精彩的才艺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亮相的感觉还蛮酷酷的 很帅的 这个观众很兴奋的 到底要表演什么呢 次表演就结束 看到他这个表演 其实就画个圈圈 还有这位女士 配合得非常的好 看完了 哇 这个圈圈画得也太好了 就晕过去了 刚看那个表演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精彩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画 这么完美的一个圈圈 后面我才发现 其实网上有很多视频 就中国的很多老师 也是会画这种完美的圈圈 看到这个视频 你看这个雪中 哟 很帅气的 就看看这个老师画的这个 中国的老师学生都那么忙 什么时候练这种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看Bedit上的帖子 这个帖子是为网友在讨论 他在一期的时候 只能在家里工作 现在他的公司要求他要回到办公室上班 他就决定要辞职了 这个帖子大概是这样写的 我在金融行业工作 所以原来我的工作是以办公室为主 但是在过去的18个月里 由于封锁 我95%的时间是在家里工作的 在这段时间里 我真的开始专注于生活中 让我快乐的事情 自从WFH就是在家里工作的意思 自从WFH起来 我能做的事情更多了 现在让我回去 我非常不开心 所以下周我会提交辞呈 去兼职做游泳老师 这样我就可以专注于我自己和家人了 我想听听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想法 不想回办公室了 这个是很多美国人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公司开始要求他的员工 现在要回到办公室了 有的人不愿意这样 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样也太快了 就感觉这个公司是不是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让我们能够安全的回到办公室 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在家里 其实这个效率要比他们在公司好很多 我也有的朋友在考虑这样的问题 就要是他们的公司是要求说 他们一定要回到办公室 那他们就准备辞职 要是公司说他们可以一半的时间在家里 一半的时间在办公室 那这样他们就会接受 那看来这场疫情 不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看 YouTube上的好玩的视频 那这位网友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发明博主 他又给我们发明了一个超有用的东西 就保证你再也不会喝醉 就是把这个冰块放在下面 倒过去之后 你把你这个酒或者鸡肉酒倒在上面 就一点点渴了 不要太甜 那下面插完了吸管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从上往下流 这样就可以来控制你喝酒的这个速度 保证你一个小时以内只能喝一杯鸡尾酒 那其实我们美国热搜的小编 看完这个发明之后 他就说一点都不起拍 他说他自己还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继续看Twitter上的热题 那这个原来是Twitter上的No.1 trending topic 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美国的著名歌手Beyonce 在一个采访中就说到 他自己会出一些新的音乐 那我相信很多中国网友应该知道Beyonce 但是要是你不了解的话 他这个在美国音乐界的地位很高的 就很多人会认为他就是美国的音乐皇后 他这个舞蹈很厉害的 唱歌也很好听 而且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了半天 中国的这个Beyonce会是谁 你说中国的哪位歌手就是那个舞蹈很棒 唱歌也很厉害 而且很漂亮的 然后在这个音乐界的地位那么高的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们的美国热搜的网友们 你们认为谁是中国版的Beyonce 哪位歌手像他这个地位在美国一样 可以在评论里来告诉我们 那么回到采访 Beyonce有说到 我已经在录音棚一年半了 有时候我自己会花一年的时间 来看看几千种不同的响炫 就是那个snare drum 那种声音才会找到合适的 副歌有时候会有200个层叠的和声 尽管如此 没有什么比我在录音棚里感受到的爱 激情和疗伤 这感觉就像我九岁时一样 令人兴奋 是的 音乐来了 那看来这些特别成功的人非常的不容易 你想他已经在录音棚一年半了 在准备这些新的音乐 那说到这个新音乐 什么时候未出现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那我们就继续看Twitter上的热题 今天有很多Twitter的网友在聊 这个Dominion Voting Systems 就是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 对两家支持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的新闻频道 还有一名特朗普的盟友 提起了三个其16亿美元的 这个诽谤诉讼 那支持该公司 一系列诉讼中最新一起 那该公司称 这些人涉嫌虚假指控 多米尼公司操纵 2020年的这个大选 那这个公司 之前还对这个美国的Fox News 就是一个比较conservative的 一个新闻频道 还有对这个Sydney Powell 以及对这个川普以前的律师 Rudy Giuliani 也是提起了诉讼 那么虽然拜登已经入主了 白宫半年多了 但是现在还是有几个州 在进行这个选票神迹 看来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余波 还没有停止 但最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部 很温馨的视频 这个也是在Reddit上找到的 所以看到这个妈妈 就是带着她的小baby 到这个动物园里面看动物 那这个在大猩猩这个展览区 这个妈妈猩猩就看到了 人类的小baby 就很感兴趣啊 就一直在观察小朋友 就周围的人都在说 哇天哪 大猩猩啊 就能看得出来是小朋友啊 这个可能是这个大猩猩的 这个自然想做妈妈的感觉 就出来了 后面你就能看到 这个妈妈大猩猩 就把她的小baby 在这里带过来了 一起看 哟真的 大猩猩的一个baby好可爱 好的 看完了温馨的视频之后呢 我们这期 美国热搜Daily Up 要结束了 感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给我们点赞 还有呢 要是你有哪些热门的社交媒体的话题 想看我们一起来探索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